部长 党组书记 住房问题作为一个部门的一个名字叫出来 这凸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民生问题 对住的问题的重视 而且这也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进程当中 中央政府该管什么事情的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和一个变化 就是住房问题怎么让它政策性市场化 更好地把它结合起来 既有市场化的商品房的部分 又有保障房的这个部分 得有一个政策的研究制定操作等等 这样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一直重视百姓的住房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长期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 已租养房的公有住房食物分配制度 住房成为一种福利 在这段时间里 由于政府坚持以发展生产为先 住房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有所缺减 因此住房供给不足也不断显现 从建国以后一直到1984年 住房是完全是计划分配 那个时候呢 就是的情况就是 每隔那么几年建一批房子 政府组织建设的 然后就分给各个单位 各个单位呢 再按照打分啊 年龄啊 级别啊 等等这些分配给职工 排队等 排队等后 很多这个同志都经历了一个 非常艰苦的一个住房的这样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年轻人结婚 是从在集体宿舍结婚 然后呢 住这个 这个去搬到 这个两家合住一个单元 然后呢 过了几年再分配给他一个 一间一个单元的房子 再过几年嘛 再分配给他一个 两间一个单元的 那么 或者到最后的三间一个单元 但都是得等 但都得等排队 不是说每个人到时候了 一定能够轮上号 据统计 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 到一九七八年底 全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 仅为三百五十二点一六亿元 在当时 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 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一九七四年 从北京大学新闻